元宵节,南方要吃汤圆,北方要吃元宵,不过在吃的时候还真要留点身 这不是思念集团去年底,水饺事件刚刚平息,汤圆又出事了,而且这一次水饺也没有缺席 近日网友李小鸭在微博上爆料称,自己在吃汤圆时吃出创可贴,并上传了两张图片 从图中可以清楚看出,半片创可贴被包裹在黑芝麻中 据称该汤圆为思念牌黑芝麻味大汤圆 由于正处于元宵佳节,此微博一出立刻引起无数网友关注 短短的十几个小时内已经被转发了万余次 随着汤圆吃出创可贴的消息在网上传开,又有网友爆出自己在思念牌水饺中吃出异物 北京市民金女士介绍,她今天晚上在思念牌水饺中吃出了一大一小两颗白色泡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人会送到金山,所以只能自己放着金山 你知道吗?其实你已经拥有一座金山,它就在你的家里 也许你还不知道,所以没去开餐 也许你已经知道,却不知道如何开餐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了解这座金山 叫你的金山 金山不在远方,就在你的家里 把家庭开支转化为家庭收入,把人的资源转化为无穷财富 家庭日常开支用在哪些方面呢? 主要用于购买我们的日常生活用品 比如说家居日用品,美容护肤品,保健品等等 那有什么样方法可以把这些家庭开支转化为家庭收入呢? 这里就要运用一个叫做家里的金山的概念 让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家居日用品来举例收入一下 假设一个家庭,行军每个月用于各种家居日用品所服务的开支为1000元 如果生产这些产品的成本为200元 那么每个店他们的家居用品就有800元的利润 家居用品1000元,成本200元,零售利润800元 我们把这800元称为销售利润 我们家里的大部分用品都是从零售商店里买来的 因此我们把销售利润送给了零售商店以及给他们配货的横层代理商 当我们在零售商店里购物的时候 我们得到了产品,商店得到了利润 而那些利润直接来自我们每个家庭的家居用品 事实就是这样的 厂家以10元的成本价,生长一屏幕一路 以15元一级代理价供货给省级代理商 省级代理商再以20元的二级代理价供货给市级代理商 市级代理商再以25元的三级代理价供货给现级代理商 现级代理商又以30元的批发项货货给零售商店 零售商店最后以20元的零售价买给顾客 然后厂家各代理商以及商店 分别把利润放进了自己的口袋 因此顾客得到了产品,而各级商家得到了利润 我们是想一下,如果顾客得到产品的时候 得到利润的不是商家,而是我们自己的话 那就太完美了 能把家庭开支转化为家庭收入,当然是非常完美 现在,一个崭新的购物概念诞生了 它叫做家里的金山 我们可以像顾客那样购买产品 并且像商家那样,从每个人都要购买 每一天都要使用的家具用品中获得利润 请想象一下,每个家庭每月在家具用品上花开上千元 几个家庭一年下来,加起来就是几万亿的消费 这就像一座座家里的金山,正能带着我们去开采 问题是,谁在开采这些家具用品的金山并获得几万亿元的收入呢 这家公司就是通过在全球范围销售家具用品 开采全球顾客家中的金山而成功的 问题是,为什么消费者要把家具用品的利润让给这些商店超市呢 为什么不能由你来代替他们获得这些利润呢 通过学习和运用家里的金山的概念 你可以把自己重新定位,去赚取这些为商家带来巨额利润的财富 如何把家庭配置转化为家庭收入,并像商店那样盈利呢 非常简单,你要做的仅仅是改变你在零售分配链里的位置 传统的零售分配链是这样的 传统的零售分配链,生产厂商,省级代理商,市级代理商,县级代理商,零售商 你和许多消费者,除了消费者,位于这条零售分配链上的每个人都在赚钱,对吗 厂家在赚钱,各级代理商在赚钱,各级业务代表在赚钱,零售商店也在赚钱 零售分配链上的所有这些人都在开盘你家里的金山 你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进了别人的口袋 零售分销渠道 这是旧的方式了 既然我们知道了这其中的原理,就必须想想办法如何改变现状了 让我们用新概念来取代这种旧方式 愿用家里的金山的概念,你就可以获取包含在别人的零售利润里的财富 同时,发挥人脉资源的作用 把这个概念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和邻居 你可以帮助其他人从他们的亲戚旁边